今天是女儿生日 我赶紧付完不许单 我又去陪老孩子吃饭 我这个没有死 陈旭 从今日起 你将获得一项特殊能力 可看见所有三天之内将死之人的倒计时 以及他们的死状 装什么装着老娘起来 死送外卖的老娘 你刚刚挡在路中间 吓着我朋友了 赶紧下跪 道歉 然后赔钱 明天是你们朝路中把我给赚了 我车都给赚坏了 该赔钱道歉的是你们 罢了个罢了 你臭宗外卖的 碰瓷碰到老子头上 我看你是活你了 你将获得一项特殊能力 可看见所有三天之内将死之人的倒计时 以及死状 难道 我刚才没有在这儿 如果倒计时是真的 那数字里面亮着 他们今天就要死了 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死掉 死废 我跟你说话 你听不见你了 赶紧下跪赔钱 别当我们是江南东风 你不如去汽车上楼了 你们会死得很惨的 你臭宗外卖的 说什么呢 你病之宝 看周 我打死你了 这都不能起 这都不能起 什么不能起 你不就像我们汽车 又过来又过 送送虫鸟丝 送一辈子外卖都买不起的 我应该是出现幻觉了 怎么可能这么巧 是可能的 啊 啊 出车祸了 还叫救护车呀 哎叫警察吧 头都被封车剑割断了 他一怎么样 是真的 我看见死状竟然是真的 竟然能看到将死之人的死性 就没能救我 我该怎么办 我确实该怎么和老孩子 没那事情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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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你怎么受伤了 爸爸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刚才摔了一下 今天不是萌萌的生日吗 你走爸爸吃好吃的去 嗯我想跟爸爸一次吃好吃的 小月你怎么也来了 是你姐叫你来接我 接你 你也去 我今天来 什么离婚 怎么好好的 突然要离婚呢 我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好 你个送外卖的疼老动力 月入一万都没有的窝囊 为你拿什么配我去 再次我们沈家 已经让你当了这么多人的赘婿 已经是给你最大的失手了 我和杨阳在一起都这么久 不是说离就离的 告诉我还有萌萌呢 这在是贵钱的 你这个废物 给脸不要脸是吧 小月 小月 亲自吧 我们好就好算 这卡里有三百万 足够你下半辈子 多一事无忧的生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点少是吧 小月 再给他加两个吧 我费给你五百万已经剩 占了天大的 少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 像你这种穷酸的货 大十辈子工都挣不了这个钱 不在乎多少钱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从你创业之初开始就一直陪着你 我怕你累啊 体力活我全都包了 我怕你压力大 家里多的果实我也全干了 包括带牢 结果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一张你亲手打印的离婚协议书 你说那么多屁话有救吗 你要是真有女性说的那么蛋白 你现在就不会只是一个臭送外卖的了 我承认你曾经的付出 但那都已经是曾经了 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想要的你根本给不起 这五百万算是我补偿你这么多年为沈家 为我沈习要醉的事情 我实话告诉你 我姐呢 受到了天海四公子之手 林东义的邀请 即将参加林家举办的海上游人社会 能参会的都是天海有头有脸的大人 像这种社会 哪怕只是参加都能让我沈家 寄生天海遗留成为真正的世界 更合适 林医生非常少是我 有头绍的扶持 多使你家可愁不见 哪像你这种会送外卖的 啊 除了让我沈家 你还有什么作用啊 啊 我算是知道 你是长金龟絮 乡一脚把我踹了是吗 随便你怎么想 反正今日之后 你我之间 再来瓜哥 行了行了别摸我这些 你赶紧钱 我没想到这么些年来 我在你心里是一门不止 啊 既然如此 这些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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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离婚以后萌萌会跟着我 萌萌到妈妈这儿 我 我没想到这么些年来 我在你心里是一门不止 什么 吴家啊 你羽毛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给你的能力预养西蒙蒙 你难道要蒙蒙跟着你喝西北风吗 爸爸 对不起蒙蒙 是爸爸没出息 不行 只能能生回 也不能去 我们去不去跟你有什么惯性 你惯了吗 起开 你们参加那场游轮盛会 到时候无论是你们俩 还是萌萌都会葬身海底 千万不能上传 明白吗 你说什么 你这个废物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还行 我知道 你还想继续赖在我们身上 那麻烦你编一个靠土底的借口 好吗 我知道离婚这事对你打击不小 但是你也不要用这么拙劣的借口来报复我 这张卡里还有五百万 希望你好自为之 不要再纠缠 我不要你们的钱 我也不是诅咒你们死 我夫妻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能相信我 我们看见死亡倒计石 你懂吗 死亡倒计石 周汉彩就在那 我看见几个新摩托车的 头上有数字灵的死亡倒计石 先看到他们车车人王的画面 结果一确 他们都被封得见歌号而死了 我也不想相信 但这就是事实 人才 我老是你是数字 一旦你们都上了这搜寻 你们必死无疑 陈旭 这五年来你不思进群 我那软而已就算了 现在还有广话连篇 这是没要救啊 只要你这种话 说给三岁小孩 从他们过去 再小心 一边两块去吧你 阿姨你不要打爸爸 陈旭 就算不相信我 你也总该为萌萌想想吧 我带萌萌去哪 不需要你来安排 萌萌 过 不会让萌萌跟着你来送死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 把这个闹事吃 给我扔出去 你们干什么 你们别碰我 萌萌萌萌 回来 回来 小姐 您是帝都的江家大小姐 哪怕为了逃婚来到东省 也不必来参加这种不入流的游轮会吧 无妨 我就是出来散散心而已 上层了 萌萌萌 我们沈家可是拿出了大半的家产做主任状才获得了这上传的名号 你可一定得把我机会 外婆呢 爸爸呢 爸什么爸 就爸的功能 对 你也配上这首船 你不要去 萌萌萌 哎呀 姐 只要咱们家能拍上林家这个餐厅吧 那咱们沈家 成为东省的第一世家 那是指日可待 对呀 萌萌 希望你不要怪妈妈 我这都是为了沈家 啊 林少 各位 这游轮盛宴怎么样 林少 你太客气了 能参加这次游轮盛会对于我们沈家来说 那是莫大的荣幸 沈小姐这说的哪个话 还是你姐姐足够优秀 本少爷对她 万分心胜 是啊 是啊林少 无论是从见貌 身材还是才华 您呀 跟我家瑶瑶 那都是最般配的 嘛 林少 这杯酒 我敬您 谢谢你带我们参加游轮宴 瑶瑶 咱们之间干嘛那么客气 我保证 这次游轮宴过后 你们沈家的身价 最翻十倍 谢谢林少 林少 咱们还是聊一些商业上的合作吧 这点不错 拿了好处就想装金石 懂得吧 今天本上我没关系 不把你蹂躏到很爸爸老子就不姓林 啊 这是你女儿吧 真可爱 我有遇到海里上了 我女儿她有点卫生 咋咋懂 等我把你妈玩了 就把你扔到海里喂鲨鱼 小朋友吗 还正常 喂 我宣布两天一夜的游轮盛宴正式启航 干杯 等等 他怎么来了 李儿 这男的你认识 我请女生 我去处理 你个死 还真是不要了 都追到游轮上了 赶紧跟我过 我警告你 青青要是敢在这闹事 我第一个大门的后腿 陈氏 这等豪华游轮不是你能够踏入的 现在立刻下船 不管这船有多好 这宴会有多盛的 我都不在乎 我今天来的 是来救人的 各位 今天这艘船一旦开出去 就会被海啸吞没 大时候这艘船上 一个人都活不下来 大家都会死在海里的 哎 我说你这人是有毛病吗 这是咒着我们去死呢 就是 哪来的神经病 我们这风鸣浪静 哪有什么海啸 可以发誓 你都没有说一句 我不仅看见 这艘船会被海啸吞没 还看到了 你们每个人头上的死亡 倒计时的数字是零 代表着 我们马上就要死了 什么倒计时 神经病吧 沈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各位 不好意思 他在胡说八道 抱歉铃尚 我马上处理好 赶紧吧 宴会马上开始了 别让这种垃圾 脏了本少爷的眼睛 陈旭 我知道你对我心怀怨恨 但你也不能在这胡闹啊 你这样只会惹闹铃尚 一旦铃尚发火 整个东省没有人救得了你 没错 铃尚 他是东省四省之首 你在他办的邮轮上闹事 你却就是在找死 你想 你连累我们沈家 可以发毒誓 绝对没有说一句就 不可信其佣 不可信其武 沈小姐 只能立刻马上 但是萌萌跟我下转 现在还来得起 快 陈旭 我对你的忍耐觉得不像了 现在立马给我跟着 妈妈 你不要打爸爸 爸爸会疼的 萌萌 阿文没事 你不吃 你海外小杂种 为了一个窝囊废的爹 你有什么可委屈啊 陈旭 你在我们沈家 白吃白喝这么多 一无是处 我们沈家能收留你 是你上辈子心难死 现在 你被刺我们沈家 跟出手有什么区别 没错 你明明就知道 今天这场邮轮盛宴 对我们沈家的重要性 你还要故意跑过来 扯什么狗屁海啸 你不就是怀恨在死 想要破坏我们沈家 一步当天的机会吗 我给你那一巴掌 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什么生命倒计时啊 你有这功夫 有这能力 在这湖边乱造的 你为什么不去反思一下 你为什么会重点心理啊 为什么我非要 带着萌萌远离你 现在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让萌萌站在你身边 好 很好 我算是看着了 你们这些年 沈家人从来就没有 把我陈旭放在眼里 这些年我做的一切 都是我一厢情愿 没错 还算有一点自知之谋 沈季雅 你这一巴掌算是打断了我 这些年夫妻情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之间 也不相干 我们沈家人 是死是活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今天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带萌萌下船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让你带死萌萌的 陈旭 你少吃心妄想 我们沈家的血脉 怎么可能交给一窝能费手里 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萌萌他不再姓陈 而是姓神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不需要考虑你这种 一无是处的人的感受 而且我告诉你 我这不是声音 是通知 爱我做 你一个上门的窝囊费 还妄想你前妻一家都听得好 你给你的车子输错 男人没本事不丢人 自作聪明才不丢 一人都跟别人跑了 说你是江城排名第一的废物 那都是抬举你了 行了 那好好一场宴会 托你进来这么一个废物 你现在赶紧给本少爷滚下去 你马上就要死了 狗东西你说什么 你娘才死了 你全家都死了 真的没有骗 看见你头上是竖子里 可是我还看到了你的死状 现场的任何样 都可能成为杀死你的凶器 放你两个狗屁 像你这种社会比重的贱 心里还阴暗有趣的 就因为我身材好 人长跳了 是你蹭掉死的 你就记住 你让我去死是吧 是的 你误会了 人长 你这种垃圾 能登上这村豪华游轮 都是污染了这的空气 脏了我们的眼 行了 本少爷耐心是有限度的 来来 把这神经病给我让出去 我说的都是真的 马上就死了 马上 不可理喻 我今天还就站在这儿 我倒要谈谈我是怎么死的 今天我要是不死 死的就是你这一国分的 他真的死了 他真的死了 现在你们这 你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 难道他真的有预知死亡的能力 你就听说他这个游轮神宴得取消啊 不然我们大家都得死啊 尤尤 这个废物 我会占用什么 特意功能吧 你怎么有心知心 各位 这一切都是意外 这艘游轮已经运行很多年了 有些设备年久失修很正常 只不过让这个废物 虾猫碰上死耗子 撞着 我会让船长检测 这艘船的每一个角落 彻底排除安全隐患 就拿下放心 我就说嘛 巧合而已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遇出会了 从外面 你在这妖言祸重 就是想破坏这场游轮盛宴 本少爷今天必须一点颜色 瞧瞧 看着 等等 我相信他 等等 我相信他 我说这位美女 你没搞错吧 你能登上这艘船 多少也说明如的事 你竟然 听起这个疯子的话 小姐 咱们还是不凑这个热闹了 他刚刚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念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一 船可以随时做 但是硬 只有一点 可是小姐 这人是个骗子 他说的话不能信 你从来的倒计时消失了 你说的那个什么倒计时 我也不信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肯定知道了某种事情 所以才这么不顾一切 或者说 你是为了他 才大闹这游轮盛会的 陈旭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沈西瑶的男人 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而不是你这种不思进取 满口谎言的废物 你用这种无比幼稚的手段 来事捣乱 只会让我更加厌乎 没错 陈旭 你少在这白日做梦了 我女儿 跟你早就一刀两断了 我建议你去精神病院 看看脑子 以后少在大街广播出之下 说些疯话 忧神信仪 动手 等等 不能动 这么带劲 没有什么 本手居然不知道 看来今天你等我去 办了 这个美女 本少爷呢 今天必须办了 你现在退后 我可以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小姐 咱们不是说好 咱们出来不惹事的吗 你妈愣着干什么 陈小姐 咱们一步到贵宾厅去行 全体里生命的 这是哪儿来的包厂 你们去看外面 白浪翻涌 海水不吸 这是海啸来临前的征兆啊 什么 怎么会 真有海啸吧 怎么会 怎么这么强啊 你们现在警察相信 现在赶紧下船 还来得起 陈旭 你少在这儿制作恐慌了 这哪是什么海啸啊 这不过就是普通的海水掌场 你当在座的各位都是傻子吗 咱们说炸小事怎么回事 这难道也是自然现象吗 这人不能解释的 海边本来就天剧现幻莫层 随便打几声雷就是海啸 船都别开了 老子他妈几千万说你别做了 我就说嘛 都是你这个死废物 继续生生事 吓死我 陈小 你赶紧把这个蛮嘴 逃跑出的福 那给出这了 看着就让人心烦 就是打死他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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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下去 就难以为 自己也会打进去 变了女儿 好几拼了 放下 你干什么 想找死我 孟江 不然我失望了 你干什么 你放开小月 放开我女儿 陈希 你有话 我说 把他放下 我 我翻翻两次 跟你们好好说话的时候 你的君子 是他为什么管别的 就要带梦梦下车 困着 敢在本哨的团上保人 你这来不出什么代价吗 你这个行为 是在记录林哨 记录船上 所有的名流全会 他们要是联系手来 这才 整个渡舍 就没有个活路了 你不要你错再错了 你这是在犯罪 等日后林哨 跟你清后算账 你这跟自己完了 是 孟江 不想跟你多费同事 把梦梦交出来 你 把梦梦交出来 把梦梦交出来 我没想再说第三点 姐 你快把梦梦给退啊 本人就是风子 他真的会世好 我把梦梦住你 你不许甭小允 等他们也退再去 林哨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保着我妹妹的安全 梦梦 现在爸爸就来 爸爸 梦梦 我害爸爸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等一下 臭废物文哨一定让你去说生不如死的代价 既然你相信就和我一起猜 姚姐 萌萌萌萌萌萌 萌萌萌萌萌 干什么这是林哨举办的游泳圣宴 你跟着跑了我们沈家怎么也费冲天啊 可是萌萌萌一个女孩她带什么东西 我可告诉你今天是我们沈家 成为一流世家重要日子千万不能出什么掐索 听起来 放心不行 我已经拍上把那个废物装带过好好收拾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是啊 别理那渣子说的话 咱们这船上不是好好的吗 哪有什么海啸啊 问题是这么不着边的话也有人信 我看呀那个女的跟她一样脑子都有毛病 对对对各位说的没错 哪有什么海啸呀 这都是那个废物为了搅黄我们沈家的好事 编造出来谎话 对了呀就是破坏整个游轮盛业 文哀的海啸啊就是个屁 待会本少要亲自把这个废物扔到海里为杀鱼 到时候看看谁想死 各位大家该吃吃该喝喝 我宣布本次游轮驿后 我让你们每个人的身价至少翻十倍 好好好好好好 宏约 啊啊啊这就是发生什么就是啊啊啊啊啊 你们快把 我老虎 我老虎 那你老虎 应苏 你老虎 没事了 这是真的没事了 各位 刚刚进海发生了一场地质运动 所以临海地方会有海浪打过来 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大家无必担心 原来只是地质运动 我还以为海上真的了 海上了 有点小风小浪很正常 这边海上已经上百年没有海上了 想来也不正常 没事就好 一切正常起航嘛 林少 虽说这次风浪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势 但是船铁出现一些小呱操 还需要时间修理一下才能太多 多久 大概半个小时 我去 是 林少 反正船还有半个小时才开 我们能下去的把萌木接上来 我跟你去 我说了要让那个废物生不如死 我们也去 我倒看看那个我能废 这才能耍什么把戏 我也去 这就是你说的 海上 这就是你说的 海上 不对啊 死亡预言里出现的明明是足以吞噬之歌喊 操天海上 现在怎么会 难道是 女人出去 小姐 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人是骗子 你听信错了 你还好吧 你身上的道解师已经消失了 至少这里我救了你这条命 我没事 不好意思啊 害得你错过了游轮社会 没关系啊 本来我这次出来就只是散散心 早就受不了船上那些噩鱼奉承的氛围 刚好找个借口溜出来 阿姨 妈妈请你吃糖 为什么请阿姨吃糖呀 因为阿姨是唯一一个相信爸爸的人 妈妈 妈妈 快到妈妈这儿了 快过来让 妈妈 祈福爸爸 你们不要妈妈说 小子 你所谓传毁人王的海啸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闹花 连本少爷的鞋都没有打 你拙来的谎言 奉公自破 但小爷我说过 要让你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道歉 我可以饶你 要不把你捂到孩子 你杀鱼 你不过 听到了吗 赶紧给林少 误会道歉 林少 我是江城四百家库之一 在此地盘踞多年 全是滔天无人敢于 你居然敢在林少举办的游轮盛会上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是 什么道歉 死亡预告都是宝屁 这种法子 还敢拿到我们面前 真是脑子撒错筋的 陈旭 我劝你赶紧跪下人 不然等林少耐心一步 再者 谁都不聊 死亡道歉是已经应允了一次 不会有假 难道真是我搞错了 这道歉是重新出现 而且数字越来越弱 也就代表死亡的机越好 这道歉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真正的海岔 这么久没来 老师您给点死亡提示就好了 行 我还得试试看 喂 你是龙了是吗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到啊 原来是这 我知道 不过是海底火山活动的一丝波了 海底火山即将爆发 我一起在海啸会吞噬整个海岸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们监测到江城附近的海域发生了 较为明显的地质板块运动 初步推测为海底火山震动 海底火山 一旦爆发 可是会引发海啸灾难的 需要多久才能最终确认 最少还有十分钟 启动紧急越岸 灾难面前 不能怠慢 是将军 我记得 晚晴那丫头就在江城散心 被打个电话提醒她的 好的姑姑 我知道了 他怎么会提前知道海底火山运动 难道说他真有意志未来的你 我看你啊 再不支持你蛮子 做八道 风掌 才真是来不及了呢 我说的都是识话 告诉你 神絮 你刚才在船上就一口一个海啸的 还不够大力 现在又拉出来个什么海底火山爆发 你还没有闹够吗 我没有闹 我在救你们的命呢 你这还不算闹吗 这么年来你一事无成不思进去也就丧 现在连句真话都没有 这样 这是让人看不到坏的东西 沈夕啊 别说什么话 你说的好 你是一个字 既然如此 你好死我了是吧 翔总 没那么容易 你干什么 看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胡说八道是要付出代价 动手 等等 我可以证明 他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 曹小姐 你 我刚才接到一通电话 最高指挥中心确实检测到了江城海域的火山活动迹象 他说的 都是真的 什么狗屁电话 我看你啊 是早跟着死被包袋的一起了 在传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披荐 就是 哪个正常人会相信一个死我能背说的话 你三发两次为他说 我看就是肩肤一步 狼狈为贱 原来如此 陈旭 我还真是小看你 这爸爸 你们竟然敢对我们家小姐子如此不敬 我看你们这是混义了 你在这装什么算 你家小姐要真是什么大人 在场的告慰早就认出来了 哪儿还会等到现在 就是 一看就是想强行混入上楼圈的店 别以为装了像 就都糊涂我们家家 实行 你们还真是自寻思路 不必给他们多说什么 你们的想象力还真够丰富的 我的家世 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我所能接触到的信息 你们更是忘成默契 哎美女 我说你这样子找得不错 但你这谎言太滑 最高之后 那是帝都大家族才能接触的层面 能提前获得这种天灾消息 更是这些大家族的核心机器 那你的意思啊 你是来自这几个大家族哦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来自基督 看你说的天花乱坠的 但这个死废物还挺杀的嘛 行了 本帅爷懒得跟你们废话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 让你们做一对亡命的冤云 中头 快看海那边 那是 这么多年飘过来 刚刚那一声响 不会真是还有事不分 这也太吓人了吧 我不会都要四个事了吧 什么故事 什么爆发 还得到 我后四年 趁着的海啸要来了 再不跑就真的来不及了 我们快跑吧 喝吧 各位不用计划 庄高那个根本不是什么火山分发 则是反面钻井平台 落叶石 成了硝烟而已 本少爷说什么来着 林少 穿案件修好了 随时都给你出发 本少爷早就说了 哪来他妈海底火山喷发 现在船长亲自出来必要 你们俩 还有什么理由 船长又怎么样 在这种毁灭性的灾难面前 最忌讳的就是主观一段 我在这边海域开了十年的船 走过的水路比你吃的半好 什么大风大浪 我没见过呀 要真有什么所谓的海底火山引发的海啸 那我早就探测到了 何必找到现在呢 在我们这三游轮 那把重 一般的方浪 对它造成不了什么实际上的伤害 所以说 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无稽之谈 死亡能被我告诉你 这艘游轮是我林家花重金打的 今天这游轮盛宴 都是以我林家为首举办 在这游轮上 任何一位人都是行业的顶尖道 随便动一动 你知道就能捏 就凭你几句胡言乱语 就想破坏本次的游轮盛宴 我告诉 白日做梦 没错 我沈家 公司投入了半数的资产 在这种场上 一旦游轮盛宴举办成功 我沈家的资产还有地位 都会百倍暴躁 你现在跳出来角度 怕是见不到我们好了 就 虽然我们沈家发展最大的态 就是你这个窝囊 你不但不 还纠缠着我们家 你真是歇死打 我 我小绝 我歹毒 对啊 沈如月 你门心自问 我没有 你们沈家能有今天吗 跟我下去 你没资格指责我问你 你也没有资格质问我 从今天开始 你我一段一段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门路脚 你事生是死 您是想没办法行 我过我的 小绿 您走 林尚 接下来怎么处置 叫 西遥 你放心吧 我会连并你的仇 一起跟他攒着 小子 刚才在船上我对你太温柔 现在没中间 叫 叫 别过来 这 你是这要是怎么回事 快跑 在这的海上来了 快跑 海上来了 不是吧 这个是我们现在冒到朝铅的 啊 你快船了 快跑吧 我妈妈 是好美哦 哎呀 我妈你醒醒 妈妈妈 谢谢你 若不是 你提早把我的载车 你怕我现在 已经被韩兴 卷进去了 没事吧 我 船上 我们 船家又滑散了 这可是我们 船家投入了大半的家产呢 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林少 现在船都毁了 那有人生电 全大妈都没了 我怎么是那样的屁 船上可还有不少人呢 这可怎么办呀 带死他 这下可麻烦了 我你怎么跟家族交代啊 原来 你当时说的都是真的 海啸真的会出事 既然你早速到不发生这么大 为什么不早点做 要是早点告诉我们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船家 这一刀是都这么大了 是吧 我没错 我以为你这个废物 都是因为你把我们全家赖成这一个样子的 都是因为你 我害你们 我一上传是不是就告诉你们海啸又来了 海啸是不是马上就来了 听了吗 信了吗 不听不信 还说我谣言获重 要把我双腿打断扔到海里去 现在这次 你也不想在身上 我的手 妈 妈 妈 放你娘的狗粥 分明是你在船上胡说八道 说什么能看到道技师看到我们死卷 你觉得我们会信你这些话吗 一定是你故意找的卓越的理由 将加害用 幸亏我们九屁性高 早点小子 要不全他妈被你害 李少师 你说的这些话 全都是借口 你也就是想把我们严肃堂上 看着我们大家去死 你真的好狠 我们沈家白白养了你 养你 还真是不如养条狗 陈希啊 说过的话你有幸福 哪怕只有半句 我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明知道会发生海啸 却不跟大家实话实说 甚至用这种拙累的精 企图蒙骗大家 而且不弄玄虚想要害死 陈希 我真没想到 你会变得这么狠辣无忌 我狠辣无忌 难道不是 你别想狡辩 你今天的不做错 又是在犯罪 而且是死罪 知情不放 垢弄玄虚 导致海啸吞噬了整个油 给我们大家做成了不可姑娘的 这些你得拿命来赔 你少在这颠倒黑白混乡是非 我陈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害人的事情 我更不会拿一传人的性命来开玩笑 想把我身上破增水 不好意思 你咋做算了 大伙听到了吗 这个废物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儿狡辩 在本书也告诉你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你任何狡辩都 好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李东义 你身为东省大家族的少女 不仅对人居高临下高级啊 现在居然还把自己的救命恩人诬陷成凶手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你说什么 林少让我来教训这个出颜不逊的剑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在林少面前大伙 你活灭了是吧 你别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忘记的白眼 这个贱 还我你 可我这么教训你 啊 你啊 不行 啊 啊 蛇气啊 他怎么这么大 我劝你最好闭嘴 你要是再敢辱骂我们家小姐一句 我马上撕了你们的嘴 好 这场巴掌是我亲自的怎么样 谢谢吗 谢谢 不过现在是看着人家 像他们这种不入流的角色 连让我正眼看的资格都没 倒是你 身为我的救命恩人 我要好好的报答你 待会你能不能再给我详细讲讲 倒计时的事情 好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他们还有多久能够 欢迎小姐 大概五分钟 那我们先走吧 杨总 没那么容易 哥们他们拦住 林冻义 我告诉你 东省总督和首富等人 马上就会牵连一见我家小姐 我劝你最好不要自行事 我家小姐身份之尊贵 不是你一个小家族 玩坑洞找的习的 东省总督 首富 没错 我知道 给他们那颜色去 叫你他妈在这胡说八道 叫你他妈在这胡说八道 林冻义 你这是在自决坟墓 哎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被捋铁 东省总督和首富 那是什么地位和身份 他们来接你 你还真把自己当地图来 千金大小姐了 没错 我就是来自地图 放屁 我看你和这个死费 我就是一伙的 你们两个是参中口了 变息给我们大家看了 还好我们林少佛也尊惊 一眼就释放了你们的诡计 行了 说婊子 老子今天没心情跟你废话 今天的闹剧到此为止 来人 有本你的按住 还有多远到达江小姐所在的位置 我们收到江武兰将军的指定 必须不惜医学大家找到 并保护好江小姐 回禀总督大人 还需要五分钟 提高速度 两分钟之内 必须到达目的地 是 总督大人 这海啸刚过 那位是什么身份 值得您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接他 毛铃 你可听说过地独江家 江家 您说的不会是地独斯大家族之一 全是掏圈的江家吧 没错 现在正要去迎接的 正是江老爷子的亲孙女 她要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你我的下场 将会比海啸更加提散 以江家的手段和权力 只要他们想 足可以让东省的权贵 重新洗牌啊 快 再快点 好 哎呀 我说你们俩还真是勤真一切 既然这样 老子就送你们俩 作为这股意的愿意 动手 放开我 放开我 妈妈 你快 既然你这么喜欢维护这个 老子今天就当着你能面把它办了 坏人 你不要去 爸爸拜托 你滚了 大宝 干什么呀 现在跑进去 不是动手 手一坡骇怎么样 混将 你不许碰他放心 一个一个慢慢来 我都干什么 东神宏多 他老人家真的来了 啊 女儿 这真的是 洗手部和林家主 是啊 这三位大人无其聚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三位大人突然历历 在下有失眼影 还望受罪 你告诉他来来 干什么 这两个贱人在这散播谣言 说什么海啸来了 搞得我们大家人心惶惶 还有这个 江晚清是个贱人 说您和首富大人见他 也得俯首称臣 我现在就替你懲戒这对肩负一波 你说什么 他就是江晚清 爸 没想到这个骗子的名字 已经传到您的耳朵里 看来今天这个惩戒 必须得罚了 我还以为这个狗男人有什么天大的本事 能把总督和首富都说 没想到来搞事 总督大人和首富大人同时 这两个不知死活的货色 想必不必定是必死的 几位大人和首富大人 我现在就让人死呆了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高的狗东西 你 你 你 啊 总督大人 你干嘛 你就是你这有眼无处的混账 人家 你养的好儿子 竟然敢对江小姐动手 这 两位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呀 误会 你留着给江小姐说去 东城总督周鹏飞 东城首富金超 建国江小姐 到底是什么事 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我的兄弟恩人 我不允许有人欺负你 孙小姐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你大可以问问这个邻家之词 本来陈先生预判到了海啸到来 救了他们 但他们恩将土宝赶鸟一口 将自己的经济损失全都扑到了陈先生的手 我只是站出来替陈先生说几句公道话 他们就定信我二人给狗拦你 又断了我们的手脚 是 如果我只是普通人 或者你们瓦来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困惑 你们应该能想象得到 江小姐 你们放心 我们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打赋 你们两个滚过来给盘总统 臭死 混账 知道 那是帝东江家的大小姐呀 最贵 是我们这等人能冒犯的 你扬言 打败他的双腿 是想害死我们人家吗 啊 知道这块身份 对不起 是我永远不吃戴上 对不起 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饶过你 几分钟之前 我可没有看见有半点饶人的意思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该准处 你们应该知道 你动力 你仗着自己的身份 当街气 甚至还扬言要致人一死 实在是罪无可恕 让你总统宣布 你几个气 全面封杀你林家 所有范围的一切事务 凡林家 保备之事 凡总统 居然不是走过 行吗 你今天起 我金氏集团 将与你林家的一切合作项目 目前 跪下所有公司 都会将你们林家 列入合作黑名单 你咋 跪下给江小姐 额头道歉 跪下 江小姐 我让医子 给您跪下磕头道歉 咱请您大人有大量 放我们林家一马 哎 对啊江小姐 都敢给我住 都敢给你们欣秀了 你大人不计求人过 放入林家一马吧啊 给你的 您想怎么处理 我做人的眼睛是有恩 愁 刚才在船上 三番两次在对我们动手 下班上更是嚣张 而我们都打算谈起来 你即便下跪 再说两句不同的话 还不算 可能 说到这里 我差点忘了他们 江沈家也一并立如一张鱼丹 今日起 我不想再看到这两个家族 在东西困难 怎么样 是 江小姐 我们走 我不想再看这些武器之机 没有问题 高兰 你 对 对 对 是我们糊涂了 早该听你的劝 现在 你知道错了 是啊 陈姓 我们之前说的话都是无心的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对对对 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 对 哎哎 瑶瑶 哎瑶瑶之前的行为呢 那都是冲动 我们收回我们之前说的话 哎你跟瑶瑶 不离婚 我们还是一家人 对一家人就应该齐了融融了 哈哈哈哈 啊 沈家现在的生死 在她的手上 你现在假装回心专业 哎呀 我为舔你的 你太逊 陈旭 之前 是我太冲动了 我们冲动了 其乐 红归鱼 你们配吗 你们配吗 之所以 而是江小姐随便的一句话 就彻底毁了你们身家 陈旭 我们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我还想 我自始至终都在跟你们 是你们执迷不悟 是你们仗势击人 人将仇报 就你们沈家里 也配料 我能量 你 告 不可能 陈旭 你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是条狗都该有改情的吗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家的 陈旭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无情无义了 无情无义的人是你 陈旭给了你们无数次机会 都被你推开 只是你不作自受 我们走吧 你不能带走某某 你不能带走某某 你妈妈只会欺负爸爸 我们不喜欢你了 陈旭 这将是你这辈子 做了最错的一件事 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吗 一帮有眼无珠的鼠辈 今天注定要为自己的羡慧 付出代价的 我们金家与总督府 已经联合发布了封杀令 等待你们的 要是死无葬身之地 啊 是这样啊 走 这是什么 和我们林家 所有的合作方都撤赐了 李游家 过产了 公司隔掉 还滴停了 集团的现金流也算了啊 我我 我 这个破账有什么区别 这个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沈家 七夕苦苦大半辈子片的家长 这不到两分钟就 没了 这怎么办 早知道有点清晨去那个混蛋的了 你不准备出现在这个 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想想办法呀 完了 我们林家也完了 周总督和金叔父联手奉下 再加上帝都的江家 不过 不是单 不是单单 恐怕我们林家 这辈子也摆不了谁了呀 哈哈 谁说你们完了 只要有我露天成在 江家就动不了你们 江家 谁说你们完了 只要有我露天成在 江家 就动不了你们 陆家 陆家 我所知道的陆家 可是帝都四大家族之首 难道您就是 没错 就是你们所说的陆家 老五啊 是陆家当代家族之子 早就听说陆家有一位天之骄子 是未来的记仇人 没想到 就是您啊 既然如此 您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江婉星是我多分期 他为了躲避婚约逃到了东市 但是 逃不出本社的守着心 我可是记得 陆家是帝都四大家族之首 而江家非在四大家族之间 这是海鸣废墨 那照这样说来 只要有陆上的方程 那 江家对我们下的什么封杀令 就通通无效了 封杀 他江家就是个没牙的老虎 对于我们陆家来说 根本不止 这只需要一个电话 你们的危机将全部 一分钟之内 社交所有对东省民家和省家的 人家 你说什么 我们林家的财产全部复原了 哈哈哈哈 看好了 我们省家的股票重新涨红了 身体超过了原来的速度 本少可以帮助你们家族复原 甚至更剩余存钱 但相应的你们也得替补票办事 陆少 您尽管吩咐 我们赴汤老虎再送 江婉青在江家 他要是想排除 就必须在三天后 东省举办的国际民论宴会室 拉到大 本少需要你们前去帮忙 坐 陆少 您放心 我们林家是东省的劈头蛇 再加上您的扶持 一定破坏他江婉青的计划 很好 本少许诺你们 事成之后 林家和沈家将会成为东省 谢谢陆少 陆少 陆少 慢走 太好了 这次我们沈家 可是绝境翻盘了 没错 就算那个死罗闹 被攀上了江婉青和江家 那有 咱们可是有路上的同事 捏死他 轻轻松松 听说对吧姐 行 这次你不能再对这个窝囊和信息 是 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 快 去换你自己吧 这是你的房子吗 算吧 前两年在东省旅游的时候 顺手就买下了 今天还是第一次住 这是真皮的 你这房子装修可花了不少钱吧 我打算把这套房子 送给你 送给我 送给我 你这房子装修可花了不少钱吧 不行不行 这房子太贵重了 不能要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沈家女必须再回去了 总不能流落街头吧 再加上你又是我的救命安慰 再多数你几套都不为过 对了 说扑里呢 还请了几辆车 你喜欢哪辆 就开哪辆吧 好了 我要去洗澡了 等我洗完澡 你再给我讲讲 到其实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复活的实力吗 拿下 什么 是数字里 什么 而且刚刚看到了你的死状 你是死在浴缸里的 所以 你现在不能进去 那我怎么办 我先进去探紧 会不会 我今葉子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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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Patrick 啊 啊剛才浴缸裡有兩關融爐的電線 估計你是放洗澡的實錯 不小心 電子 你別害怕 給你滾沙 哎哎對了 這的話隨時走哎 好好的 江大姐沒事吧 江大姐 江大姐 江大姐沒事吧 江大姐 江大姐 哎疼疼疼 啊抱歉啊 嗯是我太緊張了 沒事 你們人沒事就好 我這點小傷不算啥 那你現在能夠說說死亡倒極時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不能說 事情還要從三天前說起 啊 這麼神奇啊 你這不是相當於有了 未卜先知的能力嗎 嗯 這樣 我給你十萬 你幫我完成一件事情 什麼 十萬 我說的是日薪十萬 日薪十萬 那我一個月豈不是能 十萬 正 正 十 成 那我再給你家的 哎哎哎哎哎呦我的古奶奶 你這這一天十萬已經超過我的理解範圍了 你說吧 什麼事啊 其實呢 你別看我 你別看我寫著江家的名桃在東省這麼無 但實際上 我江家已經是四大家族排名定底的強奴之末 偏偏我江家還和四大家族最強的陸家有關 婚約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你這次到東省來 不只是為了三天 還是為了 立這場婚約 沒錯 跟我有婚約的那個人 名叫陸天成 他就是一個壞事做盡的頑固 這種 我多看一眼都覺得噁心 更別說嫁給他 三年之後 東省會舉辦一場國際民流盛宴 整個大廈 乃至世界上和有名的大人物都會來參加 到時候 我必須拉到大人物 來拯救我江家的經濟利益 如此一來 我才能擺脫這段婚約 所以 我需要你做我的男朋友 啊 我做你的男朋友 我就是個送外賣的 我要錢沒錢要事沒事 我幫不上你嗎 不 不 我堅信你有這個能力 能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但至於此魔幫 我也還沒有想好 但是有總比沒有強 好 既然都是從生死別人的戰友 那這個忙 幫了 好 那就這麼決定了 我先付你預訂金 三千多萬 向小姐 你是一次性把這一年的工資都轉給我了 對啊 從現在起 你這一年都被本小姐包養了 包養 包養就包養 反正我從小就喜歡吃軟飯 你就嘚嘚吧你 對了 準備準備 明流盛宴也快開始了 好嘞 哎呦 真不愧是國際明流宴 如此豪華 吃一吃 平時還簡均如是 路上 關於江碗 警局界 你有什麼情 看到這三位 這三位是 路上 這三位有何特別之處 左邊這位 是世界第一女企業家 華爾街金融巨額 高麗 中間這位 是大俠之高無上的 六千 而右邊這位 實際上整個天下都聞風喪 道風是 李承舟 你說她們什麼 這三位在各自裏面 都是一等一的嗆蟲 今天 竟然齐聚一次 真是罕見 他們能得到這三位大佬的垂青 那麼人家 每一月龍門 不是知人可待了嗎 江碗青要是想人生 就必須得到這三位大佬 必不知 但很可惜 今天這三位大佬的我青睞 只能落在我的頭上 哎呀 真不愧是好門生命 果然豪華 哎 對了碗青 你說的那三個大人物在哪 這次能不能成功 就看見一下 哎 碗青 好久不見了 陸天成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們 我們林璇兩家是都省的老牌家族 怎麼不能來 江小姐 這場見會貌似不是你的經驗 我們來與不來就你了 我一場 有本事 別背著我做這些想法 你怎麼能這麼想我呢 我對你的心意你還不明白嗎 廢話少說 你到底想做什麼 你想幹什麼 你不會你就是 對 晚輩陸家陸天成見過三位長輩 我爺爺讓我帶他向三文莫好 你爺爺 是 不為德老爺 正是 陸老爺子 一手創立陸家 將其帶到上京四大家族之時 可謂是手眼通肩 風光無限 沒錯 我們五宗宗主 也與陸家老爺子交好 你是他的後代 想必也十分優秀 幾位前輩谬责了 晚輩準備了幾樣禮物 送給幾位前輩當紀念 他就是你說的那個未婚夫 這便是我為三位準備的主物 太緊張了 你們看 那是陸家送來的 建議訂單 如果高麗大佬 和陸家合作的話 那陸家的未來不可顧料 我沒看錯的話 這是帝都陸家的晴天令 傳聞由此令者 代表對於陸家的深度 合作 日後陸家麾下的親衛隊 將供他拆遣 這禮物可真厚重了 那本卷軸 好像是陸家祕傳的九龍神功 這不正好對上了李陳舟 以大事的需求嗎 不僅各個價值 而且還遇含陸家的重點 是不是 這次你所依症的呼吸 也被打過無情 我看你還無忠 可惡啊 這傢伙准备的乳物 剛好每樣都壓我的禮物一套 要是再不想辦法 這三位大人物的骨子 我可就真拿不到了 晚清啊 您手裡拿的什麼呀 不會是要送給三位大人物的禮物吧 這裡要是送了 必定會被陸天成壓制一頭 但若是不送 恐怕會徹底失去拉過他們三個人的機會 我該怎麼辦啊 叫晚清啊 你今天注定失敗 快快成為本手的花校 我別掙扎了 晚清已經承認比過這件的東西了 現在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晚清 你不是說你轉了個上好的禮物 他出來給大家看看呀 你別害羞吧 晚清送的另一隻 又算什麼東西了 竟然也敢控本手 鬆開 給本手鬆開 你他媽龍了嗎 混賬 你竟然敢做路上 你活膩了吧 陈旭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怎麼了 不是他讓我鬆開的嗎 我聽他的 媽媽這是搶子奪禮 我搶子奪禮 事實擺在面前 大家可都看見了 小子 你們得意 你的好日子 馬上就到頭了 三位 像這種搗亂的貨子 我立馬叫人把他扔出去 來人 這下事情的蛋 你都出現了 你放心 我都管了我 幾位 別著急 我有禮物送給你們 這是第一份 我送給您的 我 您馬上就要 出發心臟病而死了 必須立刻馬上去救治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活孽了是嗎 沒有臉的東西 你也別在這兒 說你那套胡編亂造的理論 還行得通嗎 我告訴你 出了他沒有人會信你的 這都什麼年代 你還在玩那套小兒科的把戲 我看你真是腦子秀逗 小伙子 有些話我勸你想清楚的再說 否則或從口出 到時候你想脫身可就難了 我沒有說錯 你馬上就要死 大膽 慌他 放死 陈旭 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瘋啊 小子 我拿去我路 陈旭 現在還把高總搭載了 哪怕有江家 也得玩玩 要你啊 你不會不知道高 在大廈你是陳秋的實力吧 這小子咒高總死 你江家當真要為了這小子 跟高總做對嗎 你是江家 他是你帶來的吧 你最好能夠解釋一下他為什麼說這樣的話 否則 我不介意給你們江家一點顏色感 高總不是這樣的 我 我說的話句句屬實 你要是不信的話 待會自然就知道 你說什麼 陈旭 你不要再說了 高總的身家實力之強 是你無法想像的 哪怕是我江家你難以阻擋 你放心 你絕對不要說假話 你是說你看到造劑池 傑晚晴 你不會真相信這種胡話吧 我信 你怎麼腦子被驢氣了吧 這種話你都信 江小姐 以你的家事背景 見識和閱歷 應該不會被他這種主流的小把戲欺騙 你為何如此相信他 不管你們說什麼 我都相信他 倒計時要到了 我先離開一趟 到晚就回來 哎 等等 陳迅 師傅 師傅 師傅師傅師傅 師傅師傅 你最近的醫院或者藥店有多長時間 這個地方他也不下了 出去至少得一個小時 十分鐘 如果你十分鐘能趕到的 全都是你 ok 上車 怎麼著叫你啊 上一眼還信誓單單相信 這一秒這小子就跑 這臉打得啪啪響 本來就是個爛泥風上牆的廢物 有些人呢 還當寶姨啊 現在好了 人都跑了 找誰說你去 江小姐 你自始至終都信錯了我 如果他真是一個什麼靠得住的人呢 我就總之跟他截裂了 他自始至終啊 都只是一個點高手機的廢物吧 現在所有人都看透了那個傢伙的本質 你現在回信者也還來得及 不要再生一步了 莫名其妙說我會突發 惡疾救之部 這不是腦機有病是誰 這麼多年我都活得很好的 哪有什麼惡疾的話 本戰神只剩沙場多年 還是疑似情 小高調的年輕人 真是溫俗未溫 說的沒錯 對一萬步來說 哪怕高總真的觸發惡疾 但由我以前周 這種東西都是在場 什麼病都能給他救回來 高總 高總 這裡誰是醫生啊 快來啊 我 我昨天是醫生 高總這是突發心臟病 如果在十分鐘之內不能得到即時的治療 那恐怕就 什麼 真的是 發心臟病 難怪 那個傢伙說的是真 什麼狗屁 都放屁 高總不過得了點小問題而已 在說咱們不是有醫生嗎 啊 你趕緊給我高總治好 那個高總的病很突然也很兇 並且需要一些特色的藥物才能治療 這附近也沒有最近的藥店和醫院 最近得用四十分鐘的路程 他就來不及了 你說小安 這該怎麼辦 讓本天往來 北京軍王 我們可是大下頂級戰神之夜 神經病豐厚 有他在高總一定會沒事的 我就說 這種小事 突發情況咱們根本不用害怕 因為咱們有北京軍王在 沒錯 林尚啊 說的對 楊楊 我怎麼說來著 你早點離開這個廢物 是你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選擇 媽媽 這都已經試試試了 就別再說了 張安晴啊 好好看看吧 你剛才說的話 那就是個笑 相信那個廢物啊 還不如相信一條狗 哈哈 不會的 陳迅不會騙我的 這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你說的再多也是古老 他 你做的 再來 讓我調動中施累力 他療傷 什麼 反而我的累力都沒有辦法給他治療 高總的情況進一步的惡化了 如果在五分鐘之內不能得到即身的治療的話 他必死無疑啊 那可怎麼辦啊 我如果是真死那一招 那事情就大了 他死不了 能救 陳迅 你怎麼又回來了 我就知道 你不會低下我一個人頭 真的 不是那樣的人 你這個廢物還敢回來 我這有藥 我進去 我扶著 站住 高總情況危急 誰讓你這麼搗亂的 沒錯 不 誰知道你那要是真是假 說不定你居心脖子想害高總的 休息 陳迅 真的來不及了 陳迅 你少在這裝作了 你是什麼心思我們不明白嗎 來不及了 你幹什麼呢 你幹什麼呢 滾著 你給高總為了什麼藥 當然是能借我他妹妹 怎麼在胡說八道 你都不知道高總得了什麼病 這不只該吃什麼藥 給白沙巴這個 被我扔出去 打斷雙腿 來人 你看高總緊張 高總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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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就是個奇蹟啊 這天 我跟李宗叔都沒法解決 讓這小子那麼解決 快 陳迅 感謝你救了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高總 客氣了 高總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不可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沒錯高總 他就是一個不絕無數的窩囊肺 只是偷腳趕上你起來了而已 可我閉嘴 高總 你肯定誤會了 誤會什麼 從我暈倒起 雖說我身體是僵硬的 但是我的耳朵可以聽到動作 就是陳迅他救你 陳迅 你怎麼知道我的病 是心臟上面的問題 我從未對外人說起過 我有這麼一項特殊的記憶 不僅能看見你的死亡倒計時 我還能看到您死亡時候的狀 所以呢 趕緊跑出去把藥給滿 幸好這藥沒對 原來如此 這麼神奇呢 我這個病 已經很多年沒有復發過了 今天多虧是你在 不然我可能就要命上黃泉了 這樣吧 你說你想要什麼 有什麼都可以滿足你 我不求什麼 不過如果您真的想要感謝我的話 那我請您 江家 您的實際地形 好 我宣布 今天的投資名額 給江家 小伙子 年紀輕輕 就如此過人的能力 未來 前途不可限量 這一次 我佔神殿的投資 給到江家了 這等能力 他稱絕世無雙 就連我這等習武之人 也自愧不如 我五個投資 也決定給到江家 太好了 謝謝三位 我江家 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陳旭 太感謝您了 讓我拉到三位大佬的投資 我終於可以擺脫 碰到我這十幾年的婚約了 那既然 打擊已定 撤 那行 你們跟我一起去我們辦公室 咱們一起商量商量 封序的事情 哎 幾位 不妄妄不可 你們肯定是被騙了 對啊 你不能相信這個騙子 差點把你們幾個給忘 你們從陳旭進來之後 處處針對 陰險 獨辣 卑鄙無恥 我宣布 從今天開始 封殺你們在場所有家族 絕不姑息 我佔神殿 讓封殺在場所有宗族 我武徒同 讓封殺在場所有家族 絕不姑息 我們一起 Lim 這呢 你要善我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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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